作曲 李小浓 主曲 李小浓 多想你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突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想被春风吹 这种感觉 让我陶醉 时间悄悄转换 我们见得错对 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 每天都和你 相应在梦寐 最过心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忽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想被春风吹 追过我醒来 有多少回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用握功回归 哦 萱小姐 来 请进 我就等你的 过来 请坐吧 现在研究得怎么样了 还有多久才能动用 我父母留下的家庭基金 您看啊 这文件上原本说 只要结婚就可以动用 其实不是的 您知道为什么吗 这笔钱它的成分非常复杂 有债券 有股票 有基金 还有一部分黄金 行了 现在我只想知道 我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够使用这笔钱 差不多 六几个月吧 不行 三个月必须全部给我办好 平平 婶婶 我们搬到楼房住吧 好 等住了楼房 那里有窗台 还有楼梯 很酷吧 好 稍回 早上 搬哪儿去啊 乖 一会儿我就去找房子 何必呢 走了啊 乖 嗯 我妈想去吃个饭 我答应了 我没跟我妈说咱们俩结婚是合作关系 真的 我妈想马上打电话给我新疆工作的表姐 西藏上学的表弟 还有海南经商的二舅 西藏养的姨妈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参加咱们俩的婚礼 你看行不行 妹妹 是 江米良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乘先找茬是不是 江米良 我可告诉你 我跟你两个人结婚除了领证之外 什么也没有 没有婚礼 没有客人 没有恋爱 统统都没有 只有你乖乖地拿出户口本 给我去登记 你现在想要毁约的话 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混混在我妈那儿呢 回头我干脆拿绳子把你绑去算了 我妈送给你的 好看吗 我要的婚礼是神不知鬼不觉 你为什么非要搞得满城风雨 要想人不知除非其莫为 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见着我 都说恭喜 总不能让我妈成为一个 最后知道我结婚的人吗 胡说 全公司的人 我怎么没有看到一个跟我道喜的 你敢说不是你放的风 谁敢跟您打招呼啊 你就不怕伯母发现我们的婚姻 其实纯粹是事务性的 领结婚证也是事务性的吧 我领了结婚证 就必须要给我妈看 那就是故意欺骗 就算骗也得找个好的理由 让我妈骗你 董事长 江先生 有时间你们二位可以看看这个 这什么呀 对不起 我偶然听到你们二位的顾虑 其实婚礼加速是可以办到的 只需要五天时间 就可以准备得很充分 等一下 我更感兴趣的是 偶然听到这个说法 请问你是怎么偶然听到的 真的可以在这办回来呢 五天之内就可以办好 是婚礼策划人精密计算的 我已经把具体流程 发到他们邮箱了 是 那就给你们五天的时间 别偶然了 我这是自己给自己下班 自己给自己使套吧 你说这个苏淼淼 到底要干什么 他自己去了一趟研发部 又留了你取的文件 还套你话 给你使诈 到底是何局限 他是不是怀疑 他肯定是怀疑 要不他留证据干什么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 他留证据 要做什么 对啊 他做什么呢 你觉得苏妙妙这个人怎么样 能干 会说话 他这个人 立场模糊得很 当初用他就是一步险棋 要不是薛家宝实在是难缠 我也不会随便用 不知根不知底的人 那 要不要我把他的档案 调出来看看 这都没用 往毫里想 东西捏在他手里 就是要跟我谈条件 讲价钱 往坏里说 就怕他背后有人 董事长 时间来不及 就算苏妙妙 想往上爬 这么短的时间 董事长的鼻子眼睛 还没看清呢 他就认干亲戚 时间来不及 他也没有那么鲁莽 那 我去问问他吧 对啊 直接去问问吧 喂 袁总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董事长拿走了 对 两份都拿走了 我是说还不确定 还不知道有没有错 可他说没关系 他只是随便看看 是吗 嗯 好 那明天我跟他说 嗯 进来 进来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这里没有啊 沙发下面也没有 怎么了 这里没有 这里 不找了 撤他 撤他 撤 好 好 小宝 是你吗 别吓唬我啊 嫩鸣 好 爸爸妈妈 告诉你们一件事啊 我要结婚了 惊讶吧 其实结婚也不是真的 谁让你们 把钱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不要逼我作怪吗 过分 那个人叫江敏良 是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 直到我去瑞士念书之前 他都跟我是同学 你们可能记不起来了 然后想想啊 即我上下学 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 余光肯定也描倒过他 反正就是一个一般的人 也没有什么常处 任我打任我骂 很傻乎乎的 要说优点呢 大概也就是孝顺吧 可是呢 他非说要跟我办一场婚礼 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因为你们俩 又来不了 那又能怎么办呢 我都已经答应他了 到时候你们有时间 一定要来看我 来操作热闹 你还能撑得住啊 我都快逃不了你 别觉得我欠你了是吗 是你叫我来的 你找的我 你浪费我的青春浪费我的时间 我还没说什么 你的时间 还有你在通讯部里度过的 宝贵青春 不都被那几个 无情无义的女人霸占 最后又被扔掉了吗 凭什么我就浪费不得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小米良 你 你 你这是在跟我发脾气吗 还是 还是打算逃跑 不继续跟我合作 这个婚我不结了 那不可能 不带人身攻击的 我跟你讲 不要再拦我 好吗 算我求你了 我需要一大笔钱 只有跟人结婚了 才能动用我父母 留下的家庭基金 然后我要用这笔钱 启动一个庞大的计划 一个我一直梦想的计划 可是现在你要走了 让我再去找一个 愿意跟我结婚的人 肯定来不及了 你是我 唯一的希望 是 谁呢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在内 那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我要破釜陈州 好吧 没有别的条件吧 有 以后你对待我 你稍微说 你要搬家 是因为我吗 对不起 不怪你 你带着两个孩子 又没找到地方 怎么办啊 你是在同情我吗 我没有啊 既然这样 那就别再管那么多了 这是你哥哥嫂子 跟两个孩子留下 安身立命的地方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说完了吗 现在外面房子什么价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这么拼命 难不成不吃不喝 又苦着两个孩子 就为了赌金付房租吗 谢谢你的忠告 可我告诉你 谁都有资格叫我办 可你没有 你没有资格 对 我是没有资格 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走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到时候就来告个别 安康 你一定要好好过 好 好 好 你要去哪儿啊 赵盈 我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天蜜 换包的滋味 我们在美丽系统 像一通回归 来 董事长 一共多少张 两百张 场地的容量 不是只有一百二十人吗 总公司的职员每人一张 可他们不会去 婚礼结束以后 可以凭请柬领取新人回礼一份 我知道了 都拿去给姜米良亲自吧 好 董事长 大喜啊大喜啊 有什么事 我来祝贺您和米良 顺便看看有什么 我能够帮忙的地方 不过呢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实在是 太仓促了 有点可惜 可惜了 我看你是来说风凉话的吧 董事长说笑了说笑了 我是这么想啊 现在随便一个小明星小商贩 办个婚礼 就说是世纪婚礼 而你这样真正的名媛 却这么点仓促实在是不太好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 这次的婚礼就当是一个预言排练 等完过之后 我们再好好地给您大办一场 让您好好风光风光 让您和我们生活秀集团 大大的引起关注 您觉得怎么样 对了 袁总 在我婚旅举办的时候 到场嘉宾 仅仅是为了领回礼而来的吗 开玩笑了 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必须在场见证啊 所以请您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回来 手上的东西 我想您可能拿错了 哦 我还以为是我带来的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董事长您忙 您忙您忙您忙 苏小姐 如果今天你从这个公司失业的话 你会去哪里 颜总 您可别拿这种事吓唬我 我会一直 赖在这儿 安科 安科 哑巴了你 你知道你几天 没来上班了吗 几天了 反正够让老蔡抢你的地盘 反正够收回你的车了 你就歇吧 你俩孩子可指着你呢 到时候他们俩吃不上喝不上 你还有资格说歇 回来了 我来搬 你干吗 你干吗 拿了我的就得还回来 吃了我的就得吐出来 这是天经地义的 谁吃了拿来 你不来你还霸占着 所以此时此刻 我这不已经来了吗 这个是我的吗 你给我 拿 给我 不拿 那是我的给我 你看看 我伤得这么严重 再怎么说也得让我挣点药钱 对不对 说不出口 那那咱俩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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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出来 别停 knows 快 快 快 到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感兴趣呢 闪婚 闪婚 我觉得闪婚 其实是一个流行词语吧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 还是经历了一段 非常非常浪漫的 恋爱过程 他们是很幸福的 当然是真结婚 不是假结婚 也不是闪婚 他们青梅竹马两个小物猜 在幼儿园的合照 我都见过 我都见过了 我都还呢 你好 有请点吗 我送快递 快递 谁的快递 要不 您帮忙签手转交一下 我也就不用进去了 新郎官 前面二楼 二楼 谢谢啊 哪儿去了 是你 这真的是你啊 怎么 我们认识吗 地下车库一次 网球场一次 你搞得我浑身都是伤 还敢说不认识我 快 医药费 还有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 通通都得赔我 别想来着 你去呢 想挑战我 你去死吧 去死吧 你去死吧 地上次 你去死吧 不祝福 一圈子 是pus 一天 查一下 还有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醒醒吧 问你件事 我回公司上任之前 苏妙妙你见过没有 没有 没有 起初我一直认为苏妙妙 是原方安排给我的 可这会儿 她又费尽心机地 把原方的罪证交给我看 她到底什么来头 在家宝的努力下 家庭基金终于顺利启动 家宝在当天 特意带着妈妈生前 最爱的四金 一同庆祝 仇人 仇人 你 谁呀 这干什么呀 谁呀 不让护了 走不走啊 你嚇死了 你太看了 你睡睡了 你什么事 你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呀 你把它掉下来的楼上 看我了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报警了 快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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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过去 一二零 一二零去护山快点 快 eighteen 跑 一二零 新调五十二 腺壓五十八十五 肺部没有杂音 外出的 스트�Arz 只要水晃不滑山 没有內部数据迹象 逃顾呢 没有窗口 没有突起处 目前看不出外伤的痕迹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啊 没事 他很快就苏醒了 你不要着急 好 好 好 谢谢啊 安康 安康 你醒了 来 要不是大夫说啊 你没什么事 我还以为你 成植物人了呢 就这样一直睡着 植物人 我这是在医院呢 那个女的 她是个疯子 你说我一个汗鸭子 没事我干嘛 跑水里扑上去啊 绝对是她 就是那个女的 那个 那个疯子干的 冷 冷静冷静冷静 你滑滑滑手啊 不着急 不着急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慢慢说 怎么能慢慢的呢 我这是在医院呢 你说说 住院费得多少钱 一分一秒 我都不舍得在这儿多待 太奢侈了 你别动 不跟我说清楚 你们谁都不能碰我 小姐 这里是医院 我们都是医生 我看你穿着白大褂 我当然知道你是医生了 那不就行了 不用怕 你别碰我 我现在只想知道 为什么 我 我 我会在这里 你当时昏倒在马路中间 其他状况我们都不太了解 那 那 那我的东西呢 我身边总该有包 包里 总该有身份证什么的吧 你当时只穿一件浴袍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还有 名字 我的名字 总该知道我叫什么吧 不然你们怎么登记呢 真的什么都没有写 我怎么 我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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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 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永远地记着 永远 我说这位先生 病人现在经不起激烈的情绪冲突 这种话还是等他好了以后再说吧 你们先聊聊 尽量平静 我先去准备一下 一会儿带你去做检查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哪 没错 既然让我碰个正着 我就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你等着 我马上就来找你报仇 你真认得我 我当然认得 那太好了 快告诉我我究竟是谁 你 一二三 点发解通了 五五六 还不能通话 七八六 请你等一下 谁啊 江先生 我是苏妙妙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不知道你也在 董事长呢 不在 不在 她让我打给她的 没关系了 如果她有事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手机通宵开机 好 早点休息 她怎么在 难道她们俩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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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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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这绝对是自讨苦吃 我看还是算了吧 就这么算了 我差点没了命 还有前两次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有 你刚刚帮她缴了医疗费 缴了多少 五百 五百 那可是半个月的伙食钱 她 她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也不能算是 干吗要替她说话 就这么便宜她了 就算她失忆了 也是不能原谅的 绝对无法原谅 她之所以会失忆 那是因为老天有眼 放过她 可是会激怒老天的 不管怎样 我都不可能轻易饶了她 她打了我三次害我受伤 甚至害我差点 连小命都给丢了 你让我不计前嫌 这个我可绝对做不到 我要让她对我言听计从 那你就 就这么决定了 这才只是开始 她现在 什么都拿不出来 我也不要她赔钱了 我要她赔人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我 那就请告诉我 我是谁 你刚才说你认识我 嗯 其实 其实啊 你是 我家的保姆 你家的保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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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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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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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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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 我讨讯 爱是这些紧张爱你 这母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感到你 这只是 我讨论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 我讨讯 爱是这些紧张爱你 这母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感到你 这只是我 love life